上周江江獨家揭露 TI得宜他要再漲價 漲價的目的是要清理 Double Booking的假訂單 今天電子OTC跌最慘 沒錯吧 掌握第一手訊息就保證不會受重傷 好 上周三我說破線 破線要減碼 那成功帶會員避開風險之後 何時是買點 哪裡才是買點 台北股市已經跌很慘 跌很慘之後會不會有稻草壓垮散戶 請鎖定今天進行節目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曾經的節目投資票 這個盤4號今天又跌白點 我只有5句話 當作開場白你的人聽哦 以跌止跌 跌無可跌 融資報減 籌碼交換之後 機會會重現 好 來投報來 兩週後轉折會扣低 兩週後轉折會扣低 現在避開風險後 調整持股後 要做好一件事情 耐心等 等什麼 這個市場我各位上禮拜各位講過 主力出場 主力出場後 他一定會趁機做一件事情 清理戰場 交換籌碼 也就是說 你必須耐心等到市場 最恐慌那個剎那 最恐慌的結果 二八法則融資一定是連續性的報減 一定是最恐慌 融資連續報減 籌碼獲得很大的交換後 自然會有爆賺的機會 我講的很真實 我講的很坦白 因為這是我的專業 懂我意思嗎 來 你看 上禮拜全市場應該只有我 對這個手段做出最正確的判斷 就是說 當充限制影響多久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可是主力當下也找不到 馬上可以應用的策略怎麼辦 主力先測 先測啊 主力就先出再一說對不對 因為主力出 上週上週才會破限 懂我意思嗎 好啦也就是說 這個量能出不來 會有一段適應期 其實這個手段 對台北股是長線是好的 但是短線就是不利啊 不利你就必須去 這個面對他 然後呢 讓給他時間做消化 是不是 比如說 我上週在破限那個剎那 我只講一個重點 守護有沒有 關心你關懷你 幫助你去守護你 未來見低檔的時候 可以大賺的機會跟實力 是不是 那假設你從頭套到尾 越套越深 日子越過越苦 等到真正財富重分配的時候 你沒子彈啊 而且就算你抱下去 談起來 你也會苦無解套之日 懂我意思嗎 我節目講得如此清楚 也就跟各位講了 破限下的策略只有一個 避開嘛 避開後等了等什麼 等籌碼交換之後 自然會有暴力機會 各位完全沒錯吧 上週三你賣掉 即便你有損失你賣掉 上週四上週五 包含今天是完全不會受傷 就是這樣老師給各位的忠告 來 我還是認為一到兩週 因為兩週後 週轉折會扣低 大家來看 一到兩週後就會出現 類似本土疫情 讓台北股市重挫之後 籌碼交換後的好買店 避開風險我們做到了 新會員我幫你做好 持股調整的 現在就等我 等江江通知 等我通知發邀請函 請各位來大賺暴力 耐心等 一定會有這個機會 好 那你看喔 同胞是不是再次證明了 為什麼我們能贏 我們能贏之外 還能夠避開風險 堅持自己嘛 相信我自己本身的技術能力嘛 是不是 堅持主身 堅持起漲 破線減碼 不追漲停 不追高檔 是不是 完全幫各位打造了一條 康莊大道 好同胞 你看這波下沙 很多散戶輸很多 輸很慘 為什麼 你把原因找出來 是不是最高 都因為追高 自己追高 或跟錯人追高 追高就算了 還不停損 懂我意思嗎 所以投資朋友 改掉你的對股市 錯誤的認知跟觀念 你未來一定會更好 有沒有 堅持主身 康莊大道 是不是 你看我們今年 獲利滿滿 波段是獲利滿滿 兩個禮拜前 強短線的航運 短線也獲利啊 是不是 該做波段做波段 只能強短線就強短線 那只能觀望 就必須觀望 是不是 我跟各位 展現的是 真實的股市人生 真實的股市人生 應該要避開風險 我們絕對能夠做到 全國會員都是見證者 是不是 關懷跟希望 99的優惠 請各位把握了 好來 這是我的YouTube解盤頻道 幫我訂閱 按讚跟分享 好同胞 我們6 禮拜六有沒有 禮拜六免費送贊報 我跟各位講什麼 16833 好同胞 你看今天收多少 今天大盤收16858 最低16773 是不是 16833 是第一道關卡 好今天跌破之後 投資我注意聽哦 未來幾天16833 不能再跌破 再跌破就有低點了 所以請你特別特別留意 也就是說 如果你還不是我的粉絲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 weekend都會有贊報 贊報都是免費的 透過粉絲團做贈送 所以你還不是我的粉絲 好這邊是LINE AD生活圈 這邊是Telegram 兩個粉絲團都歡迎你加入哦 我是全國唯一一位 電子產業記者出身的分析師 你看上個禮拜 OTC破線電子破線 我幫各位馬上去找原因 馬上就找到了 是不是 現在園區有傳出 要清理Double Booking的 假訂單的利空 是不是 結果電子跌得稀利化啦 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世嘉老師團隊 新的團隊驚人的優勢 我在前波的低點 15159一路喊多 先攻萬七再戰萬八 事後也完全做驗證啦 有沒有有本事先講 來解讀PT等於MV有沒有 商品貨幣數量學說 針對這個限制 這個當沖的新的政策 市場如何做解讀 我不管 但是我憑藉我的我的所學 我对股市的认知 我拿这个商品货币数量学说 跟各位做说明对不对 P T等于MV T是商品的总量没有变动 M是货币供给资金没有变动 好 周转率啊 当交易当充被限制住了 周转率直接下降 这M跟T是不变的 好 当周转率下降 P价格一定是下降啊 是不是 好 你上个礼拜针对这个手段 这个新政策 你只要当下有能力做出最精准的判断 你今天不会伤痕累累 是不是 好 比如说 它其实就台北股市的本质 长线是有利的 但是短线 主力出场了 主力出场 它暂时找不到因应的策略 懂意思吗 经济数字很好 7月暴涨的电子股积极很高 现在在为什么跌这么凶 它要做什么 做形态上面的清除路障 也就是说 5月涨到8月份3000点 涨到7月份3000点 2个月涨3000点 即便回撤0.382 即便回撤0.5 它也是一个技术面的合理化 涨势够0.3 趁这个利空合理化技术修正 懂我意思吗 它充其量只是技术修正 比方说5月的本土疫情 有没有 当周转折扣高真的撒下来 等等什么 等交换筹码的绝交时机 就说你要有能力去判断主力 有没有进场 这是我的强项 懂哈 你看当初抓到的 后面是一波喷出啊 创历史高啊 懂我意思吗 我认为会有机会复制 来好不好你看哦 好你看今天 加权股价指数的周线 周线转折 是不是 你看这里吗 未来会扣低就有机会 好那什么时候会扣低 懂不懂 请问是不是 很清楚够明白 两周扣低啊 是不是 所以还有一点时间 好好把这个空头度过 把最后的洗盘压缩 交换筹码的下跌度过 渡过旧市会员的天下 这是我公开讲的 来 好过来 好我们再来跟帮各位做什么 做细部的分解哦 好的我来 这是运输 有没有好 我今天开场白 还有在盘中会讲什么 讲 已经填产的台北股市呢 会不会还有稻草压垮散户 我很担心 我认为会有 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什么 是航运 第二个是美股 我待会来做解析哦 来好 这个运输 来我们当中讲什么 讲五波段有没有 很清楚哦 五波段 有没有 他涨了五波段 你绝对不可能追在五波的高点 为什么 因为 周转折扣三高 是不是 好 股有多空循环 此事很抱歉 自股难全 此定律千股不灭 有没有 涨八周一定会回了吧 是不是回了 一跌破二反弹 回抽三 重挫 还没重挫 我划重挫 就是事先预告的能力 对吧 重挫了 二度背离 不可以砍在二度背的低点 我帮助新会员 禁止他们砍在最低 可是弹起来 我请他们出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做了这个短线的操作 好来 271 273 好 我礼拜天也有送到他什么 送到他这个航运的战报 航运的战报 来 注意听哦 好我们看这个组织成本 好 我上礼拜线是这样子画的 我大概会给各位一个数字 来 273在这里 今天说256 273 注意看哦 273他一定要站上 273一定要站上 然后呢 请注意听哦 今天说256.45 这个低值253 绝对不能够跌破 听清楚 不能跌破 就是不能跌破 因为他如果跌破 会造成破底的疑虑重现 那现在经过之前这波涨幅 这么大对不对 他的市值变大 就是说现在这个位阶 航运的涨跟跌 会影响加钱股大指数 万一他破这个253 他这个已经变成死亡跳叉了 他会形成有破底的疑虑 那一旦航运破底了 对台北股市的多头的气氛 止跌的希望还有整个架构 会有压垮散户最后一根稻草的嫌疑 懂意思吗 讲得很清楚了 好 那除了这个航运之外 你注意看哦 这是费成半导体的周转折 哇糟糕哦 这个礼拜开始扣三高 费成半导体这礼拜开始扣三高 这是费半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换到道琼 道琼本周还扣低 但是下个礼拜开始 道琼的周转折便扣两高 好 再来 这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转折持续扣高 有点点三尊头的味道 就是说 除了航运股不能破253 一破253 无力重回压力区的话 他有可能会破底 那航运一旦破底 那对台北股市一定是个伤害 这是第一个稻草 第一根稻草 那第二根稻草 有可能是谁 有可能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创新高没有回 台北股市跌得稀里哗啦 当台北股市有机会反弹的时候 万一碰到美股拉回 又把它压一次 懂我意思吗 现在台北股市的技术面的背后 有两根稻草 请各位特别特别留意 控制风险 讲得够清楚了 好过来 上礼拜我说什么投资 假设他破前低有没有 然后呢 如果他有办法在上周 变成背离 那就OK了 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可是很抱歉没有 有没有 上礼拜 OTC破前低的时候 没有背离 翻黑扩大没有背离 好投资 来我们一次讲完 电子股有没有 他没有红K 就无法转为为安 出现讯号 出现问题的讯号 上周三 8月11号 是不是 江大老师 全部时间讲 过来加全 破涨势看支撑 支撑没破继续涨 可是如果跌势呢 跌势看压力喔 跌势看压力 压力没有过呢 继续跌 来是不是 完全印证 好来 好你看喔 这是OTC的日K线 好这是OTC 有没有投资不了 够经典吧 好 江大老师上个礼拜 苦口婆心 跟各位讲两件事情 他上周成续讯会反弹 但是没有收缴 好你就回顾历史 曾经出现反弹 但是没收缴 没收缴的结果是再大跌 没错吧 你看喔 上周是因为这个 没有形成收缴的情形 股价就再重错 完全正确 好就是我各位讲的 欢迎各位来学我的技 学我的技术班 我把我19年苦练的成果 我都在技术班 完整的跟粉丝 跟我的会员做分享 自己把握了 好同学来今天看 OTC请问 你自己看 有没有收缴 没有吗 你知道那你就必须 继续耐心等啊 好再来 这是电子类股 有没有一样 看这个电子类股的指数 今天一样喔 好同学他也是没有收缴 那你要耐心等什么 等收缴 懂意思吗 等收缴再进场都不迟 听清楚喔 好再来 那这个是加权股价指数 同学来 一样喔 没有收缴 他不止没有收缴 还多了一个什么 哎糟糕了 这个什么 月季线出现死亡交叉 懂意思吗 所以技术面都完整的摊在你的前面了 所以控制风险 这是赢家必须要经过的股市的循环 这是赢家必须要经过的股市循环 股票市场没有永远的多头 也没有永远的空头 所以你看我永远不是死多头 我永远不是死空头 对不对 该大赚的时候 我通通是这样 破线的指标没有背离 有电源驱传的第一手的讯息的利空 甚至航运跟美国股市 可能是另外两根的稻草 我通通是这样 目的只有一个好不好 避开风险 你如果不主动避开风险 不积极处理 当最恐慌的时候 就是散户内心最脆弱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恐慌弥漫人整个情绪之后 你会被那个恐慌的情绪所吞噬 一旦被吞噬 你会不计价的卖出 杀低 砍最低 然后筹码会通通被狠心的阻力收走 就这样而已 股市就是一直在重复循环 这件残忍的事情 可是我破解了 我事先帮你破解 通通讲在前面 你自己思考一下 你要选择哪一种分析师 好 学习永远是最赚钱的投资 我的技术班 我今天会把第五堂录完 最快明天 最快后天 就可以上传了 全国会员 有新的课程可以学习了 这个课程可以无限期的 这个会期之内 都可以重复的做这个收看 看一遍 看两遍 看五六七八遍 会越来越精熟 当你懂了之后 等个所有技术面的环环相扣的 这个连结之后 你会有一天我相信 而且我很有自信的相信 你会变成跟江江一样强 这是我跟各位的分享 来一样哦 我们接下来会耐心等 我刚讲的 以跌止跌 跌无可跌 融资报减 筹码交换 机会重现的时候 会再一次的进场 那先跟各位讲 不管我在什么阶段做行情 只要我进场 我的思绪 我的选股的逻辑 选标股的方法 永远只有一个 叫做主身段标股 有没有 好 我们会员 我在我的引领之下 我只做主身段标股 有没有 今年的第一桶 赚两倍以上 有没有 好 浦辰扣低值 赚131% 金鸿赚超过两倍 每一档都是如此 你看哦 我从不追高 好 坚持主身专攻起涨 不追涨停 不追高涨 唯全店 我买最低 几乎帮会员 买在最低 创低值新高 赚55% 有没有 正德赚102% 好 要赚 就赚主身段 当破线 一定是出场 懂意思 一定要会买会卖 因为股市 会有多头 也会有空头的修正 或者是多头的修正 或者是空头的循环 所以你绝对不能永远只做多 那是个非常痛的领悟 好 享受扣低值 掌握第一手的爆炸性讯息 赚93% 有没有 金豪科有没有 这个最经典 有没有 最经典 是不是扣低 扣低扣低 喷出喷出 然后他就是喷出 喷出 赚172% 好来有没有 你看看哦 请问金豪科 什么时候会有机会 有没有答案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 我没有乱讲 一到两周后 就会有机会 是不是 一到两周后 就是会有机会 好 你只要能够把握住了 那未来这个行情 类似这种行情 它就会是你的 可是你要先避开这里啊 是不是 就是做股票的方法 应该这样子说明 就很清楚又简单的 好 光洁赚61% 有没有 要赚 只能赚 主升 赚的理念 希望各位认同 再来升权 有没有 五支停板 右华赚47% 盛群赚42% 有没有 金星科赚242 242块钱 敦泰 有没有 这也是很经典 他扣低值 扣低值 赚喷出 左边扣低值 那股价是一波的狂喷 有没有 股价一波狂喷 这边扣低值也会狂喷 我事先画出来的对 事后验证 真的赚翻了 赚了54% 好 我们出涨庭 你看我帮 我跟会员 会员当天很舍不得 我说我出涨庭满 会员舍不得 我也坚持 请他们出涨庭 好来 来看这个事后的 3545的敦泰 有没有 真的拉回啊 那请问什么时候会扣低 扣低他会涨 扣低会涨 两周扣低啊 可是你现在就是不能够照进啊 是不是 他还没有啊 他还没有扣到低值啊 懂意思吗 所以我认为 很多股票跟敦泰 跟敦泰长得一样 就说经过这个 融资的下沙减肥 被筹码交换之后 我认为一到两周后 会有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我有什么讲什么 但是在财富重分配机会出现之前呢 你要避开还有的风险 懂我意思吗 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会员相信我 我未来要帮他们完成的 不可能的任务 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没有散物做得到 懂齁 来好 这是中飞行 中飞行 109.5买 出 是稳健的获利 四维行 51.2 55.3 稳健的获利 不该做波段做波段 没有波段做短线 是不是 这是会员 有没有也是文件获利 对不对 你看喔 威刚第一段赚了3乘2 第二段赚了3乘2 赚6乘4 好 十全赚52% 来 来看今天的威刚 今天有反弹 上周跌太匈头 是不是你看喔 答案很清楚对不对 为什么会跌那么惨 扣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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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高扣高 两周后扣低 请问啊 是不是 如果再跌两周 威刚是买点还是卖点 可是再跌两周 所有持有威刚的会砍光啊 会砍在最低点啊 那个时候就是主力交换筹码的最大时机 讲得够清楚了吧 对不对 好过来 好这个是4967的十全 是不是答案 答案是一模一样 好 那十全为何跌那么惨 答案很清楚啊 扣高扣高扣高 有没有 是不是 本周下周都还是啊 所以你今天不能够买啊 但是他如果再下刹 再下刹的结果呢 两周后扣低了 扣低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 不要看涨说涨 不要看跌说跌 把循环抓出来 把多空的转折抓出来 这是我的责任 我都会帮会员做到 你看 今年以来 我坚持组生的结果 帮会员党党赚 波段获利 五党获利超过100% 就是最佳的见证 好你可以透过两种方式 跟加仗联络 这个跟上我们的脚步 来 这是LINEX生活圈 留言加168 或者是 0800668085的 这个支免付费专线 你现在假设 还有很多持股 你找我帮忙 我一样帮你做一件事情 如果还会跌 就必须要卖 还会跌 你卖掉 卖掉 虽然无法像两周前 三周前卖那么高 可是你卖掉 假设说 你卖100 可以90买回来 你就必须要做 懂我意思吗 卖100 90 85 可以低买回来 我还是会带你做 懂我意思 因为你唯有这样子做 你未来才有资格 反败为胜 不然你100 从150 掉到100 你100又继续报到85 未来反弹 你永无解套之日 你没有资金买未来 最强的主升段标股 懂 够清楚够明白 我现在跟会员说 我们在等什么 等最恐慌的时刻 在等融资连续报减 很残忍 为什么如此残忍 因为我懂主力的手法 我不是今天才讲 我上周就跟各位预告过了 好 等什么 等最恐慌的时刻 就是筹码交换 就是我们会员 发大财的最佳时机 请各位跟上 永远不要等明天 当持股出现问题 持股出现风险 赶紧处理 明天太遥远 今天就行动 关怀跟希望 久久的优惠 请各位把握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各位平安 顺庆庆庆 拜拜 拜拜